我們把金稍微把前面的部分整個稍微做一下介紹 金的部分呢 你也很清楚去看植物外面 一般來講金的功能是什麼 連接根 連接葉 那中間當然就必須要有運輸跟支持的能力 當然 這是一般性 植物它有很多的變形 這才是最麻煩的地方 你看到那個兔獅子可以纏繞 你看那個有些金 可以變得什麼呢 儲存的構造 這些部分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形成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我想你們從 國中高中也念很多了 那問題是呢 形態上 本身 金的變化 非常的多 一般來講 我們都講它是圓柱形 但是有三角的 有方柱的 有扁平柱的 那個是隨著物種 甚至跟物種的 分類 是有相關的 表示它的起源 是一開始就可以分開來 好 那 一般來講 判斷經跟判斷根 有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就是所謂的結 根有沒有結 根是沒有結的 但是這個就一個小小的問題 小小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靠到我好幾次 你們吃的山藥到底是根還緊 仔細想一下 有吃過山藥嗎 有看過山藥嗎 有看過山藥還沒煮的樣子 有看到它有壓點嗎 它有結嗎 山藥沒有結 山藥是完全沒有結 那如果沒有結的特性 它到底算什麼 這個問題存在很久 因為山藥那個構造 其實我們叫做Tuber Tuber如果你們知道翻的話 叫做快根 但是如果你去找的話 它事實上也有叫快根的 代表什麼意思 Tuber只是一個大家 喜歡常用的名詞 但它不見得是對的 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 因為這個事實上 很多人會搞錯 一般來講 山藥我們所吃的那個常柱狀的 或者是我們恒春山藥 會變成一整大塊的 那個東西呢 照定義 它是介於根跟經中間 由 靈靜 因為鼠玉科的 它具有靈靜這個構造 由靈靜再去形成 的構造 所以它 沒辦法去很好的劃分 所以你看那個長出一球來 你看那邊事實上找不到結 你竹子去砍挖出來 它的那個橫走筋的時候 你看到一結一結一結的構造對不對 鼠玉沒有 所以那個部分要一直強調 所以我把鼠玉跟牛棒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讓它是一樣的東西 牛棒也沒有結 牛棒是跟沒有錯 牛棒是跟沒有錯 但是你把 山藥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搞錯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這個題目在 不管是 高中 考試或 高職考試 或一堆考試都會出來 每年只要出這個題目 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每年就是炒半天 結論都錯 而且 鼠玉科有多少種 鼠玉科大概 好像如果梅西國是600種吧 有些它的那個 吃的那個部分是根形成的 有些的部分是根形成的 所以沒有一個定論 我們在台灣吃的恆春山藥 就比較胖的那種圓的那種 跟日本吃的 日本山藥 或者跟中國大陸所吃的懷山藥 它所形成的構造就不同 那 這個結就變得很重要的構造 因為結是經裡頭 很清楚 它在往側邊 去產生側分支 或者是夜著身的地方 兩個結中間 一般來講 我們叫做結身這個位置 通常不太會有側向的 衍生構造 但是我跟妳講過都有例外 妳們看過很多樹有 幹生果 幹生花 如果到正常來講 那個牙應該從哪裡長出來 那個 理論它要從結長出來 妳回去看一下那個從哪裡長出來 很麻煩 很麻煩 好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在植物裡頭比較簡單分類 長枝短枝 長枝我們一般來講就叫營養枝 就是 開始 努力的去 往 葉的部分去形成 努力的進行光合作用產生養分的部分 短枝基本上就我們叫做果枝或花枝 這個通常來講結尖短 主要就是產生花的構造 那 金的 出生 組織跟出生生長跟出生結構 最簡單妳今天把一顆綠豆種子 黃豆種子撥開來 妳把它的芽拿出來一切 它最尖端的那個部分 稱之為 Promary stem 好 那這個Promary stem呢 它會去形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圓套 一個叫做圓體 那這個圓套圓體的細胞再去排列組合 圓套單純就形成了圓表皮 Protodum 圓套跟圓體的細胞組成在一起之後 形成了 所謂的 基礎 基本的分成組織 Ground number stem 那如果單純的圓體的部分 它形成的就是Procambian 所以這 分出來的兩 群的細胞 經由它的組合 就會產生三個 出生組織 Primary stem 所以經跟根是差不多的在這裡 那圓套是什麼呢 圓套大概是 一般來講就是一到兩層 有些可以到三到四層的細胞 它只進行垂周分裂 就垂直於圓周的分裂方式 圓體是什麼呢 圓體是圓套內的幾層細胞 然後所以進行跟它垂直的平周分裂 跟其他方向的分裂 所以如果要這樣看的話 其實圓套 是比較早出來的 圓體是比較晚出來的 所以你去看 這個是 在一個黑的頂端所切出來的 上方 這個 所謂的 epicomery stem 頂端分身組織呢 它往下就形成了 這個稱之為圓套 這個稱之為圓體 圓套只能一個單方向的細胞分裂 圓體它可以多方向的細胞分裂 所以表皮的部分基本上是由這個圓套細胞直接來的 那你可以用空間的概念去想 它這邊 出來的細胞 表面的 隨著它細胞的什麼呢 分裂完畢 再分化 就形成了後面的這些表皮細胞的來源 那圓套圓體組合而成的 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基礎的分身組織 而圓體是這一塊 這一塊往下分裂就主於它中 間的細胞 這些中間的細胞最終就分化成 所謂的微管束的部分 所以圓體在往下分裂的這些細胞 會形成procambian 圓形成層 然後再用微形成全層去形成 所謂的木脂部跟嫩皮部 所以這個部分主要由 圓套跟圓體來形成的 所以你去看那個經的部分 經的頂端我們剛剛有講過了 由這兩個構造再往下去形成 所以事實上來講這兩個部分 所謂的圓套圓體 其實講明的 它就是所謂的 epicomeric state 頂端分身組織 那頂端分身組織 因為它的 分裂的次數跟分裂的 過程呢 而形成了 所謂的圓套圓體 這兩個部分 好 那當然呢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它在 整個出身經結構 我想這應該你們已經知道了 我本來很想跳過去 雙子劍植物的經的出身構造 基本上就是表皮皮層 然後就尾管處 就這樣子 表皮皮層尾管處三個部分 那 再來後面的排列組合 也跟 跟一樣 只是流程當然會不太相同 表皮 Epidermis呢 一般來講就一層 生存的細胞 打太快 無葉綠體 所以一般來講呢 植物的經它的表皮細胞 是沒有葉綠體的 有沒有例外 還是有 所以 不要太認為一定是對 表皮細胞通常來講 它是形成專輯 因為它是對於 植物 回 進入到陸地生存最重要的 防止水分三肢的 面對的構造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它排列緊密向外會形成 叫直層 所以那個 植物的部分你去砍 一般來講 在 金的部分 葉的部分都一樣 尤其是那種 在 熱帶 雅熱帶生長的植物 你稍微去刮一刮 甚至你都可以刮下什麼呢 一些 蠟質的構造 那事實上就是蠟 這就是植物的蠟 所以它等於是 利用 角質層 角質層在想辦法去 分泌相關的物質 去防止水分的三肢 但是呢 通常在這個部分 它也必須要進行什麼呢 呼吸作用 所以它有氣孔用 所謂的 表皮毛 這樣的構造 尤其是一些 出身經的部分 常常有一些 那很奇怪怪的 那種所謂的 凸凸的 Tricor 毛絨狀的這些構造 那 那些東西 我會盡量建議看到 在採摘的時候盡量小心點 因為通常來講這種毛絨狀的構造呢 常常會有一些 植物 它上面有 特定的 化學成分 精油成分 甚至會造成你皮膚的過敏 有沒有被咬人貓咬過啊 要不要去咬一次看看 有沒有被歇指草給咬過 你看起來你們都不跑野外的喔 真的看起來都不太跑野外的喔 好啦 這是一個笑話 那是我 已經很久以前老師輩 那老師輩的 他們當時去蘭嶼采集 很高興嘛 很興奮嘛 看到一堆不一樣的植物 你們有機會到蘭嶼去的話 你發現 你看到的植物基本上都不認得 因為 蘭嶼的植物是很多 特殊的 屬於 菲律賓群島區隙的植物 但我相信你們這邊走出去 認得的植物也不多 對吧 我沒說錯吧 一針就把你們打火了嗎 好 那我們那個老師其實是做 植物 形態分類 他到蘭嶼非常的興奮 看到一棵 樹上有開花 好久沒看到 這麼漂亮的花 就給他爬了上去 然後下來之後就被送 離醫院 然後他老師 比較晚到 看了一棵樹之後 就跟 我們那個老師講了一句話 你幹嘛沒事去爬 咬人狗 咬人狗是一種 那個 橘馬科很毒的植物 上去之後 你大概皮膚接觸到之後 就全部都腫起來 你就看到一個人被抬了下來 所以 到野外去有的時候遇到一些 植物請小心 你不要以為他就沒有毒 他只是比較慢 讓你碰到 人家站在那裡不想敵你 還要撞他 就沒辦法 在台灣的中海拔山區 有很多咬人毛 還有很多鞋子草 那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怎麼樣呢 都是 非常非常 容易引起皮膚過敏的 那在我們這附近 中低海拔 現在有一種路徑植物 非常的嚴重 最近都被清掉了 但是偶爾還可以看得到 以前在那個高雄港站 還沒有 做成公園之前 滿山遍野的小白花 看起來像滿天形 那叫做Pasinia 就是所謂的銀礁局 那個農物在印度 引起了非常大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這個 金上面有這個 揣控的構造 它垂通上面有一種 化學物質 是15碳的 Subscriptorpinlectron 那這個東西呢 你接觸到之後 如果你又 光線一照射 它會形成光氧化作用 形成腐蝕性物質 你的皮膚很容易潰藍 所以在印度他們 因為印度基本上農民 他們常常是不穿鞋子的 到天裡頭這樣碰到 整個就是什麼的 潰爛 台灣有沒有發生過 台灣有發生過 但這幾年宣導的比較多了 所以大致上看到這個小白花 不會把它採回家去 所以有時候 人家跟你講說 路邊野花不要亂碰 是有它的道理 因為你每年都會遇到 應該講說每兩三年就遇到 有人吃著大花曼陀蘿 很毒喔 大概三朵花就要你的命 有人就是會碰 滿天心 看起來小白花長得很漂亮 然後就撿幾次回家 然後呢 隔天就過敏 然後過敏也找不出原因來 送到醫院也搞不清楚 因為 這個一般來講在 醫生裡頭 他不會認知這個植物 所以這種具有毛籠狀的東西 其實都要很小心 尤其是毛籠 又變成堅硬的 刺的時候更麻煩 那在出生精裡頭 第二個部分就是皮層 它位於表皮的那一方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所謂的薄壁細胞組構成的 那這個部分 通常在靠近表皮的部分有 液綠體 所以你一般看出生精它會形成綠色 那個是什麼 那個其實就是液綠體的 它事實上是有光合作用能力 它有產生 碳水化合物的能力 那 它是由 Grounder Stem 而來的 基礎分身組織而來的 那大多數的皮層裡面 它會形成後腳細胞 這個當然是為了做一些保護的構造 層數或連續的 支齒保護 然後呢 一般的植物它沒有內皮層的分化 少數的植物氣生精跟地下精可以有內皮層 但是呢 比較麻煩為什麼呢 因為 它有時候呢 甚至會產生一些特定的構造 譬如說我們所謂的 Tuber 作為儲存的構造 好 那 有些植物呢 它有具有所謂的很奇怪的構造叫 澱粉橋 這是所謂的 豆殼 太豆類的植物 好 所以呢 如果我把一個筋 從上往下 這樣一刀切下去 或 你去 預備 一個 筋把它橫向的切下去之後 你大致上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構造 出生筋的部分 你會看到 所謂的氣孔 應該是Stomata 這不就很少的 字可能被蓋掉 那 再來呢 在往裡頭 表皮在往裡頭 就是皮層細胞 那皮層細胞 其實都是由這個所謂 Prenkin 所謂的 薄壁細胞 所構成的 那 在往裡頭 當然 就會 進入到 所謂的 嫩皮部 所謂的 Primary Presizer 這些部分 那這部分基本上都跟 跟差不多 所以我不自己去講 所以皮層以內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尾管束 尾管束是由 Procambian來的 原形層層來的 那在往裡頭看的時候呢 它最終 最終這個所謂的 Pith Pith 髓部 那 髓 因為被尾管束 隔離開來 跟外面的Pith 隔離開來 所以它有一個特殊的東西 叫做髓射線 髓射線細胞 做橫向運輸使用 就跟我們在講的 根裡頭 在 赤身組織裡面 有所謂的 木質射線 跟嫩皮射線 是一樣的 這個髓射線 其實也在做運輸的構造 那所以你去看這裡面 這裡面是髓部 髓部基本上那個細胞 非常的膨大 基本上可以作為水分 養分儲存的一個功能 好 那尾管束的部分包括了 Primary Lyland Primary Frome 跟所謂的 Vescurate Meriston 所謂的尾管束形成層 這三個部分 尾管束的類型 不講太多了 這是在我們一開始 講陸地植物的時候 都講過了 那 以 陸地的植物 要強調是以 所謂的 種子植物這個部分呢 你看到的 大致上就這幾種 它的尾管束類型 就這幾種 跟我們在講的 裸子植物 或者是 蕨類植物 還有所謂那個 最原始最原始的 原始中心數 沒有 No 貝子植物它基本上 你所看到的 大概就這幾種而已 就單純看尾管束 尾管束的部分呢 它如果最基本的 就是 出生 嫩皮布在外 出生 木植布在內 基本上 90%以上的植物 都屬於這種類型 這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 像 像日葵 像木樹 都是屬於這種 對不起 所以外面是 所謂的嫩皮布 裡面是木植布 好 但是 有一些植物就跟你很煩 很討厭 就跟你布一樣 出生木植布的內外 都是嫩皮布 有沒有這種 有 譬如說 葫蘆科 茄科 甲土陶科 這是他們在做 分類上 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徵 他們的出生經就是長這樣 內外都是嫩皮布 中間是木植布 為什麼會長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 所以 你回過頭去想 你請記得 它那時候 圍管束基本上就 沒有連結在一起 就是一個一個散生開來的一個狀況 那 有沒有完全 嫩皮布 把木植布包住的 圍管束 有 譬如說 被子植物裡頭的大黃酸膜 的金 就是這樣 木植布在中央 外面是由嫩皮布整個包出來 但請記得 金裡頭不是只有這一個圍管束 它是 好幾個 所以 酸膜跟大黃是屬於這種類型 那 有 嫩皮布在外的 植物裡頭就是很奇怪 一定要有例外 它例外到就是木植布在外 嫩皮布反過來被包在裡面 這是出生經的構造 那 哪些植物有呢 香浦 鴛 鮪 苗 苗 胡椒 只有在金裡頭彈成這個 出生經裡頭 所以 每一種植物 你真的必須要去看 這是外刃型的 圍管束 最 基本看到的 所以外面是 Primary的一個 Front 裡面是 Primary 那在網裡頭當然是水布 這一個 小小的 圍管束 就很清楚的構造 外面是嫩皮布 裡面是木植布 然後呢 這裡 有形成層 但是還沒有跟隔壁的 圍管束 連接在一起 出生經的結構 那 出生嫩皮布呢 大致上來講 你去看 你去看 它基本上是由 塞板細胞 或塞裝 分子 都可以 那 嫩皮布 薄壁的細胞 以及 嫩皮纖維的構成 就位在這個 圍管束的外面 不 對不起 圍管束形成層的外面 所以 圓身嫩皮布的外方呢 請記得圓身嫩皮布 雙子驗植物是沒有所謂的半細胞的 那是secondary Front才有的構造 所以 有時候要很清楚 每一個階段 它的一個過程 什麼時候才是有所謂的 commitia sale Secondary Front才有 Primary Front呢 對不起沒有這個構造 Primary Front就是很簡單 就是 所謂的 塞裝分子 進行 雅分的運輸 那 這個部分呢 後身的嫩皮布 後身的嫩皮布 它在 最後才會去形成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通常來講我們把它叫做外死式的發育 所以外面開始的一個發育的過程 那 中間這個部分 薄壁細胞就是所謂的水部 水部當然就是一些薄壁作為什麼呢 儲存的構造 那因為中間隔了這個所謂的 尾管束 所以它有一些色線的細胞 在尾管束的中間 那尾管束中間的細胞呢 它是放射線 它的皮層跟水部相連 就是屬於氧分 進入這個地方 那單子葉植物 當然就有一些討厭的地方了 請問單子葉植物 是隨便排列還是會形成一環 散生對不對 尾管束 單子葉植物的出生金的尾管束 它是 所謂的 散生 但是這句話請記者只對了90% 不是所有的植物一定都是散生 那是 一大部分 大部分 我要跟你講大部分 單子葉植物有一形 直接可以排列成兩圈 中間是水部 第一種排列方式就我們在最常看到 你們從國中高中 腦筋裡頭被印象裡頭最清楚的 就叫做散生 所以皮層跟水部是沒辦法分辨的 但是如果這個考題 在大學或研究所以後呢 對不起 要講清楚 為什麼呢 單子葉植物有圍管束排列成兩圈 中間有水部的 但是請記得 一定沒有形成神 好 有空呢 有機會呢 去拿個水道來切就知道 一切開來你會哭 為什麼 它的圍管束是這樣排列的 而且 我們主食裡頭是水道裡頭的 理論上是最常見的 我們一般所看到都是這一種喔 所謂的 圍管束 散生 皮層跟 所謂的水部是無法區分 那我如果考題出 植物的 水稻有水 的出生金有水部 對還錯 水稻 對的 因為水稻的尾管束是排列成兩環的結構 中間 最後最後 長大之後會空掉 那個是有水部的 有水部的 所以呢 表皮當然是由長細胞跟短細胞構成的 但是呢 核本科植物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它的根 有能力去吸收 細質化合物 二氧化系 所以一般的 單子葉植物 它的細胞表面會覆蓋 細 酸 酸 眼淚 或者是二氧化系 作為保護的構造 甚至在一些特定的核本科裡頭 它的葉片的微系構造裡頭 會形成很多二氧化系的特殊排列結晶 如果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去看 芒草 你不用太大的一個什麼呢 倍數 你就會看到它旁邊就像鋸子一樣鋸齒狀 如果再不 再不相信的話 覺得 想要受傷的話 你就從一堆芒草以頭走過去 保證你會刮得到處都是傷 因為就是那個惡氧化系 的結晶 堆疊在那裡 作為一個什麼呢 保護的構造 你要知道芒草 一般 長得很快 但是台灣有沒有人割芒草去餵牛 然後它長得很快啊 真的長得很快啊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台灣的那個弱農業 專門種芒草餵牛 絕對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的葉的邊緣會有這個惡氧化劑的堆積 它的金的部分也會有惡氧化劑的堆積 四口徑不佳 所以一般進口的 就是台灣養的這種 這類型的乳牛 基本上嚼了之後嘴巴會破掉 但是台灣水牛不會 我們在講的那個buffalo 就是台灣在以前耕作的水牛 基本上是不會 它什麼都吃 好 所以呢 酸質化細胞跟細質化細胞 會是合本科植物或單職業植物 非常重要的 表 金表面的一個保護的構造 好 那 因為 玉米它本身來講 皮層跟水部分不開 所以我們叫做什麼呢 基礎組織 尾管束呢 基本上是多個尾管束 去尾管束翹 這個所謂的後臂組織的部分 然後呢 嫩皮部在外 木質部在內 但是就沒有形成層 所以這也是合本科植物很可憐的地方 它很少你會看到一隻長大一隻長大的合本科植物 它只是細胞變寬 OK 那 一般的 出生的 表皮呢 一樣是活細胞 然後呢 它有長短細胞之分 這是合本科植物特有的 長細胞角質化 構成 表皮絕大部分 是長細胞 但是在兩個長細胞之邊呢 會形成一些短細胞 它分別形成 酸質細胞跟細質化細胞 就是做保護的那個構造 那金的部分是有細胞的 雅鈴形 然後它有副位細胞 非常的明顯 這邊 這個是它的氣孔的部分 然後它的氣孔是中間這兩條直直的喔 雅鈴狀的 旁邊這個特別膨大的這個是所謂的副位細胞 那個非常的明顯的構造 然後呢 基本組織呢 就是越以表皮內側 扣除掉尾管素的部分呢 都稱之為基本組織 那在單職業植物呢 尾管素 的部分呢 它一樣是外潤型的 但它 沒有所謂的形成的 一直強調 出生木質部的部分 很有趣的一點的 它只有三四個導管 這所謂的Potozyden呢 大概就這幾個這樣子 所以很常會形成一個 V式形的結構 那最早分化成熟 專門初期在作為運輸 主要由羅文 黃文家後所形成的導管 所組成的 它 常常在生長過程 一下就壞掉 最後形成空牆 所以它只有在最初最初的時候有運輸的能力 之後就失去了運輸的能力 它最終最終會被 Metaliz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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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掉 這位於這個V型細胞的兩側 都是屬於這個叫做Metalizant 那Potozyden跟Metalizant 都是Primalizant Primalizant 就是 出生的導管 所以在想到出生導管 分為Potozyden跟Metalizant 那 這個部分呢 它只是成熟比較晚 它比Potozyden比較晚成熟 然後呢 同樣是形成 長上下 連結的導管 然後呢 在 Potozyden 失去功能之後 就由它來取代 進行水分的運輸 那那皮部的部分呢 當然就在原生的木質部 在Primalizant的外面 那同樣的 它很容易在整個發育過程 之後呢 被因為擠壓 破壞 掉 那後生的皮部的那一方呢 成熟後當然排列 很 完善 所以這個部分呢 Secondary Front呢 Primary Front是沒有半細胞 這邊一直強調 Secondary Front呢 它才真正的具有腮管跟半細胞 這樣的一個構造 那 尾管束翹就是一拳後臂的細胞 把這個尾管束繞起來的一個構造而已 好 所以 整個 大致上來講 單子葉雙子葉 講完了 我們回過頭去比一下 羅子植物的精 羅子植物的精的出生構造 被羅子植物長那麼大顆 它也是有出生構造來的 它的出生構造也很簡單 一樣是表皮皮層和水跟 回管組織 它的區別方式呢 它跟雙子葉植物的區別方式呢 木質部裡頭有管包 那鼻部是腮包 然後呢 在它整個精裡頭有樹脂道的一個形成 主要差別就在這裡 那 那整個精的刺 出生生長的部分 其實剛剛已經講過了 再來主要的部分會是刺身生長這個部分 還有刺身結構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會比根更複雜 所以 這個部分其實不太容易去了解它整個的過程 那我們大概 簡單的去講一下就是 第一個 微管束形成成 它在精的部分會形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樹中形成成 一個叫做樹間形成成 那這兩個部分它有它的功能跟目的 所以你如果去看形成成細胞的時候呢 大致上可以區分成這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仿錘狀的原始細胞 一個叫做射線原始細胞 那已經顧名思義很清楚跟你講了 射線細胞基本上來講 主要就是要 射線的原始細胞 主要就是要形成射線細胞這個部分 那仿錘狀的原始細胞呢 主要是要形成 目指部、刃皮部裡面的構造 所以仿錘狀也就是要基本上長 而扁 長軸與 金的同 長軸是平行的 所以它是等於是什麼呢 金的 長軸 跟它一致平行 所以它是上下為主的 這種類型的 那 射線原始細胞呢 它等近 它跟金的長軸是垂直 因為它要往 外方 去增長 所以這兩個就會有不同 一個是上下增長 一個是左右增長 那形成成活動的規律 也因為這兩層的細胞 去產生了不同的功能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切向分裂 所以你以中軸為主 它就產生往內往外的細胞分裂 去產生 Secondary 的 Flong 跟Secondary的Liden 赤身的 那皮部跟赤身的木脂部 那 鏡像分裂 的部分呢 它會去再形成形成的細胞 所以這裡它會一直保持的 一圈以上的細胞 是具有什麼的 分裂能力的 所以在這部分呢 形成成形成木脂部的細胞 很有趣的 木脂部比嫩皮部多很多 但是木脂部通常用不了多久 就失去功能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植物其實 木脂部 消耗率比嫩皮部快很多 主要是因為 它很快會變成什麼呢 植物在堆積一些 所謂不需要的物質的一個構造 好 那 我們剛才講的 樹間形成成成 跟樹中形成成 它差別在哪裡呢 今天 這個 初生要轉次生的部分 在 嫩皮部木脂部中間 我們稱之為 樹中形成成 那 兩個 微管樹 中間 最終最終會連結在一起的 我們稱之為 樹間形成成 那這個樹間形成成 其實是從樹中形成成 往左右分裂 最後 去連結在一起 所形成的 所以代表什麼呢 代表實際的中間 原來是 色線細胞 但這些色線細胞 慢慢會被 封起來 變成 一整圈的形成成 好 那 形成成的細胞呢 用卡通圖畫會比較簡單 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 縱向切變的話 上下 是植物的長軸 就是 中心點的部分 那 原始的 仿垂狀細胞 你可以看到就是什麼呢 跟 筋 平行的 那這些細胞 當然 它就是 長 然後 往外 分裂 往外去形成 韌皮部 往內去形成 木質部 但是因為它有 橫向運輸的問題 所以在橫向運輸的問題 就必須依靠這些所謂的 色線原始細胞 它是 反過來變成 長條狀的 跟它剛好是 層90度角 然後它是往 經的 中心 為主的一個 什麼呢 方向 所以你如果把它一個整個切片完畢之後 它是 慧神經成一個 360度 都存在的 什麼呢 色線原始細胞 那這些色線原始細胞 它分裂的時候就不太一樣 它分裂的部分 就是要去形成 往外 然後去連結到外面 做為什麼呢 雅分 水分運輸的一個 介質細胞 那 赤身木質部呢 跟赤身的鼻部呢 木質部的部分 管狀分子 木質纖維跟木薄壁細胞 這主要的 它所產生的 另外它那個 色線細胞在木質部 它會形成木色線細胞 所以你會形成跟 金長軸 一致的 層 你也會形成什麼呢 由金 往外 延伸出去的 長細胞 這就是所謂木色線細胞 那 這從哪裡來 上面的部分都使用 紡錘狀原始細胞來 它的分裂方式就是 軸向系統 下方的這木色線細胞 就是由色線原始細胞 分化而來 它是走性向系統 那 赤身嫩皮部呢 主要的部分 它是嫩皮色線細胞 跟 腮狀分子 纖維 還有薄皮細胞 這個部分 是由 紡錘狀原始細胞 經由 軸向系統 分裂而來 然後形成什麼呢 形成一層一層往外的 運輸的細胞 那 嫩皮色線細胞呢 它是由色線原始細胞呢 分裂而來 分裂之後再分化 那它走的是鏡像系統 所以它有軸向系統 跟鏡像系統 這兩個部分 那比較簡單 你就整個去看 切片 這個是 做得很好 藍色藍色的一個切片 在赤身 金的部分呢 它如果 很 現實的問題 它的表皮皮層 都消失掉的話 這個是還沒有消失 但是也快消失了 為什麼會看到 這個 Puridum 跟所謂的cortex 已經出現了 這所謂的木酸層的一個部分 好 皮層的部分 對不起 這個 表皮 一層細胞 然後呢 裡面有小小的一層 Puridum的部分 內層 那 cortex 皮層細胞呢 它外面這一 區塊 你會發現它排列的很緊緻 很緊密 在金的部分呢 通常這個部分 在 出生我剛剛有講過 它是有葉綠體的 但是到了赤身的部分呢 它可能會慢慢的消失 所以你發現金 可能從綠色慢慢轉變 跟咖啡色 最後完全失去 葉綠體的構造 那那個時候 包括連表皮跟皮層細胞 都會不見掉 後面才會有 那什麼木酸層出現 那這裡還沒有畫到木酸層出來的一個部分 我們這個不仔細講 所以 到 往裡頭之後呢 這個部分是所謂的赤身 塞管的部分 那當然呢 在 外面 皮層跟 中間 secondary的 from的部分呢 它還可以看到一些 小小的 不是很清楚的 primary flow fiber 出生的 塞管的這些纖維的部分 那這個要去區分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尤其它染色出來的顏色是很相近的 大致上只能由皮層跟 下方的嫩皮部 交接位置 去看它細胞的大小跟形狀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 怎麼呢 你如果去看的話 這事實上 原來可能都是一顆一顆的什麼 微管束 那這它原來留下來的那些 出生的塞管 那當然 因為裡面最終這個微管束形成的連結在一起之後呢 這一個區塊整個都是 secondary flow 次生的塞管的一個位置 那次生塞管除了 軸向的部分 就是它為了 上下運輸的細胞之外呢 它會形成 往外的色線細胞 那這個切得沒有很好 這個是 related的 from rate 就是所謂的 塞管的色線細胞的一個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 它主要是要做內外 什麼呢 運輸使用 那在往裡面這層當然就是所謂微管束形成層 在裡面這裡 是 新出來的 具有運輸能力的 什麼呢 Secondary size 赤身的 保管 那 同時呢 因為要做 從 橫向的運輸 包括你如果裡面誰部還存活的話 它必須從 任皮部 從木質部 拉相關的養分進來 所以必須吸套這個所謂的 栽生水 木質色線 來做橫向的運輸 那 這些部分呢 在最前端 最前端 水部的邊緣 你可以找到一些 殘存下來的 Privacyizer 出生的 導管的部分 好 那 其實整個 從外到內 這是赤身的結構 如果完善的話 會形成這樣 一層一層的構造 所以 較老的色線細胞 這個是已經 非常 功能可能已經開始慢慢上市 但它已經成熟了 老化的 色線細胞 所以它 看起來比較像 喇叭口狀 但這個通常 運輸的效果都不好 因為這個通常 它已經 產生了 分泌的 組織 包括什麼呢 包括你今天 植物裡頭 譬如說 橡膠 譬如像 七速車以後的 生漆 都是 由 這樣的系統 來去 產生的 那當然 這裡頭 可能會有些結晶物質 譬如說丹寧 相關一些結晶 赤身 嫩皮部 通常 這些細胞 其實也是存活一年 赤身 木質部 其實也差不多 他們 一直 必須依靠 這個 Vascular Cambium 這個維管就形成了 一直持續的分裂 新生的細胞 才具有運輸的能力 尤其是 一些 寒淡的植物 大概冬天的時候 如果 今天遭遇 凍傷的話 可能 在外面 這一層 都會消失掉 好 那 嫩皮部 只存活一年 但是葡萄薯是例外 所以很多植物是有例外 好啦 這個簡單去講就好 這你們一定都已經知道了 早餐晚餐這部分 我先問你 大家都說 熱帶植物沒有年輪 真的沒有年輪嗎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年輪真的就是 一年 生前各一次 叫做年輪 如果在國中在高中的時候 會跟你講絕對是 因為 很難去解釋 到了大學研究所的時候 會跟你講 不要太相信 蘿子植物 大致上可以 一輪 一輪 是可以區分 但是 長在 熱帶 雅熱帶的 蘿子植物 不見得 譬如說你現在到外面去砍一棵 我們海邊的羅漢松來砍 你會發現他年輪算來算去 算不完 明明那樹看起來沒多大顆 但年輪算起來可能有100個 那棵樹絕對不可能長100年 我們學校建校也才不到40年 最多給你中40年 為什麼 因為 有些 植物 它的 微管樹形成成的分裂速度很快 但是它分裂的過程底下 很容易受到當時的環境溫度的改變 所以會產生很多叫做假年輪的東西 你如果今天到蓮花池去砍一棵 重花擺日 琴是一種羅子植物 跟我們羅漢松是同一個數的 因為我們有跟林氏所合作 林氏所那個合作的 博士呢 到現在會是算不出來給我 已經快五年了 你知道怎麼算不出來嗎 他說砍一個五公分的植物 結果算出來有200個年輪 因為根本不知道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因為那顆樹絕對不可能長200年 這就是問題 所以年輪這種東西雖然講起來好像很清楚可以區分 但是在很多狀況底下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微管樹形成成跟季節活動 會造成它有環狀結構 那是不是就是年輪 要看物種 那這邊來講的早財這是一定的 生長季的時候早期形成的赤生木質部 細胞茎比較大 而且壁薄 又叫做春財 因為通常在溫帶地方春天的部分 那晚財是什麼呢 生長季的後期 形成的細胞 它的赤生木質部 細胞禁極比較小 壁厚 那管包的數量也增多 稱之為秋彩 所以你看到這樣 一圈 一環 一圈 一環的構造 但是這個 重點是在於 你記得 它是隨著當時的環境而改變 如果你今天 一年世紀不明顯的地方 它可能會看不到年輪 它可能會有很多假年輪 所以不一定 好 那當然這是比較漂亮的啦 這是比較漂亮 這真的比較漂亮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那看到一輪一輪的是年輪 你也很清楚知道誰是春財 誰是秋財 誰是早財 誰是晚財 中間這是什麼 那個其實是 殘存的 水部 然後呢 往外一條一條線這是什麼 色線細胞 有沒有年輪長的不是這樣的 有 花梨木 為什麼叫花梨木 你上網去Google一下你就知道 它長的就特別的有趣 所以每一種植物可能長起來不太一樣 所以 完全相信的時候 就會很痛苦 所以呢 另外有一個東西 會被講的叫做新財跟鞭財 這個東西 不是早財也不是晚財 這個有點難解釋 它是什麼呢 新財的部分事實上是 赤身木植部的內層 進到 金的位置 那這個區域 因為養分跟養氣 沒辦法進去 所以 這個地方的 細胞 組織 整個死亡 死亡之後呢 它又變成人家 到垃圾的地方 所以它有很多的清甜體 Title Cis 所以它一直被人家 堆積堆積東西 所以 這些 堆積在裡面的 最後 最後就變成 所謂的 顏色深的 新財 那新財會不會持續的增加 會 因為 你 金越來越出之後 中間這個部分就越來越擴大 所以 你看到那個有中間黑色的部分 這沒有什麼 那很正常 那鞭材是什麼呢 鞭材基本上來講 是色澤教材 Pota來講這個色澤教材的位置 其實還有活的細胞 它這個部分就可以作為 疏導儲存使用 厚度基本上是穩定的 好 那 這個是 木材它的三項結構 這個是我找到能找到最漂亮的 圖之一 比如說你上下的 直徑同向的 鏡像 然後 軸向 對不起 上下的 稱之為軸向 然後 往外的 由中心往外的 我們稱之為鏡像 那軸向的部分 當然就是 相關的 木質部 那筆部 運輸的構造 那 鏡像的部分呢 由 內 往外 或由往內的 就是 橫向運輸的 這些 色線細胞 所以 橫向的這些色線細胞呢 它有很大的 功能是維持 在 金的 部位呢 內外 的運輸 那也同時呢 它 在某些 植物裡頭 譬如說像 七素科的植物 譬如說像 橡膠的植物 它會形成什麼呢 分泌的構造 然後這個分泌的構造之後呢 它可以把 譬如說 生漆 比如說橡膠 往外運輸 那這個 生漆跟橡膠 事實上是在 植物作為防禦使用 好 那在赤身精的部分呢 跟 跟一樣 它的表皮 有可能 隨著時間的 生長呢 慢慢的 破壞 風景 如果不清楚的話 外面去找一顆那個 千層木 去包它的皮 就知道 它就是會裂開 它就是會 慢慢的掉 然後 最終由誰來形成 用 木酸層來取代 所以 如果今天這個樹 直徑夠大 它的樹皮 其實那個表皮皮層 基本上你應該是 不太容易看到 那木酸形成層呢 其實是從誰而來的 它事實上混了好幾層 這個木酸形成層呢 它一部分是 表皮細胞 一部分是皮層的 細胞 但這個皮層細胞 是屬於 所謂的 原始性 要的部分 同樣的 它會由赤身 那皮部 的 細胞來轉化 而成 所以這個木酸形成層的 比較特殊 它其實是 已經 分化的細胞 再轉回 來的一個 結構 那 木酸形成層呢 它的作用 當然往外 就形成 木酸層 繼續維持 木酸形成層 往內 會形成一小部分的 酸內層 那這個都是要保護 跟防止水分 經部的保護 跟防止水分 三次使用 那通常來講 我們把木酸層 木酸形成層 酸內層呢 合稱為叫做 周皮像的構造 好 那 問題是 來了 原來的表皮有氣孔 可以打開 關閉 來控制 氧氣的進出 二氧化碳的進出 但是到了木酸層的時候呢 它就沒有 這樣的功能 所以 木酸層的時候呢 常常在 樹木 的表皮 它會形成這種 特殊的破孔構構 我們稱之為皮孔 比如說你今天去看櫻花 櫻花木的上面 它又很清楚 有一個一個的皮孔 那是最容易觀察的 事實上所有植物都有這樣的 尤其是木本的樹木 那這個主要就是內外通氣 因為它的表皮的 氣孔已經失去功能了 今天外面的部分是由木酸層來控制 所以這個時候形成皮孔可以讓氣體進出 那 皮孔形成之後呢 它事實上裡面還是必須要做一個防護的構造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補充組織 在這裡 好 那 樹皮到底指的是什麼 樹皮呢 我們在講的樹皮事實上包括了其實還蠻複雜的 隨著物種的不同會有一些差別 我們會把它分為所謂的樹皮 又把它分為外樹皮跟內樹皮 好 尾管束形成層或木植部外方 的全部組織 所以 形成層以外的 尾管束形成層以外的 基本上我們都叫做樹皮 所以樹皮是很像 表皮皮層木酸層 木酸形成層酸內層 嫩皮部 其實都涵蓋在內 但當然我要強調這已經沒有表皮皮層 那 若皮層是什麼呢 若皮層事實上是在 木酸形成層以外的部分 就我們在講的 周皮以外的部分 這其實就是 木酸形成層以外的部分 那那個部分呢 其實隨著植物的生長 它會被撐裂 它會慢慢的掉落 如果不清楚的話 請你們到外面去看 譬如說 現在比較不容易看到 這附近 比較少 但是 樟樹 樟樹很清楚 就是會變成一塊一塊 然後那樹皮很清楚 有龜甲狀的裂 然後最外面的層都被剝掉 那個就是什麼 那就是若皮層的一個部分 那 那 回到單子葉的部分 單子葉就比較簡單的 譬如說是龍雪樹 單子葉的部分呢 有沒有形成層 不要被偏了 它沒有微管處形成層 但是它在基本組織的部分 有一些很奇怪的形成層 有沒有真正完全都不細胞分裂 沒有 它還是有一些細胞分裂能力 所以今天在 譬如說這龍雪樹 龍雪樹來講的話 最外面這裡是 出生的結構 然後呢 在這些 這些產生的微管束 我們稱之為基本組織這裡呢 它有一些細胞是具有分裂的能力 這也很有趣 那 螺子植物的部分呢 我們就跟它講不同的部分 與雙子葉植物不同的地方呢 在螺子植物跟雙子葉植物去比的話 管包 木 薄壁組織 和 色線組成 但是呢 螺子植物沒有導管 沒有點心的木纖維 結構上是均勻的 再者呢 韌皮布 由腮胞 由韌皮 薄壁組織 以及色線所組成 那 除此之外呢 皮層微管束中 它有很多的 樹脂道 螺子植物 樹脂道一定都存在 但是在雙子葉植物呢 沒有 所以 簡單的 去把它拉出來 這樣子 好 那 等我一下 如果你整個去看的話 今天 整個 我們由內 外 去看 螺子植物的 部分 由內的話 它其實中間 還有一些水布的構造 雖然同樣的這個水布的構造 到最後都被它堆垃圾 被它壓擠 破裂 尤其是 木材形成之後 通常這個水布 因為它是薄皮細胞 很容易被外面的木質布 一直一直壓擠之後 最終你會看不到 但通常在講一些 螺子植物 在切木材的時候 中間的部分 其實都很糟 有一個小小的孔 或洞 會存在 那個其實不太好 那當然因為如果囤積的好的話 其實看不到 好 那 這個部分 再往外呢 當然 它所進入到的 會有一些 是所謂的 Primary Primary其實在水布 往外有一些 還可以看到 但通常也不清楚 再來就是所謂的 Secondary 的 這所謂的刺身的 木質布的部分 好 那 再往外拉 當然就是所謂的 形成 層 以及 什麼呢 它的 嫩皮布的位置 這些部分呢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問題是在弱子植物裡頭 就多了這些 奇怪的構造 叫做 樹脂道 樹脂道 樹脂道會散佈在 各個地方 包括了 皮層 包括了什麼呢 那皮布 都會有 所以它本身來講 這裡面所涵蓋的物質 當你植物 受傷之後 它就會流出來 所以才會延伸出現在 電影裡頭的 侏羅西公園那些部分 問題是 請記得在 挖出來的 琥珀裡頭 其實有很多 是真的有昆蟲 所以它們在挖礦的時候 挖琥珀的時候呢 看到什麼會最高興 看到裡面有葉子的 看到裡面有昆蟲的 會最高興 第一個價值變高了 歐洲其實有很多 琥珀這類的東西 其實我那邊也收了一些 但是 後來不知道被我放到哪裡去 好 那我們開玩笑一點就是說呢 其實你去看 挖子植物 比看貝子植物好看多了 如果今天是在這種 溫帶地區 比如說這種 火炬中 為什麼跟你講說 它很可憐 其實它的年輪就記錄了 它所有可憐的部分 比如說它今天 在某一個年代 它樹開始傾斜到 它會接受光線的不同 而造成 兩邊的年輪位置的改變 比如說它今天 遭遇了火燒之後 它的年輪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了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講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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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